前辈 难道就没有解救的方法吗 你有没有听过男女双修呢 男子多年修炼武功已达化境 抽刀挥出便砍断了大河 驾车一跃竟能跳过几百米宽的大峡谷 四位顶尖杀手冲他袭杀而来 他只一击打出便将山峰砍成击粉 接着一招霸道剑气攻击 三个顶尖高手瞬间化为碎片 同时引得天崩地裂 风顶万金巨势轰然坠下 眼看心爱的小师妹就要被波及 他身形一展便用家人翱翔天空 面对小师妹投来崇拜的目光 心里顿时无比的满足 就在男子感觉飘然若先时 一辆马车路过惊醒了他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白日做梦 现实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菜鸡 不过他那天改命的事也即将来到 这天长龙镖局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来人奉上万两酬金 只把镖师们震得两眼冒绿光 要是干完这一旦 三辈子的吃穿都不用发愁了 送往哪儿 严霞山庄 万两酬金只不过是 将手中木盒送到烟霞山庄 可托镖之人话刚说完 便被猝不及防的七根毒针刺穿 当场身亡 仔细观察着突袭的暗器 竟然是江湖上七沙门的暗器麒麟追魂针 面对顶尖暗杀组织的威胁 镖局老大柳中元 反而立刻集结人马开始运镖 小菜鸡段飞从小便被师父收养 本可在镖局跟小师妹好生快活 不料一根火箭射来 长龙镖局毁于一片火海 七沙门所到之处赶尽杀绝 整个镖局就断飞跟柳明渊逃了出来 而他师父柳中元这里也是凶险异常 他下他的整个客栈都惨遭吐露 客栈也被复制一举 在七沙门疯狂的追杀之下 柳中元只好偷偷将木盒 交给废财徒弟断飞护送 断飞纵马狂奔 只想早点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送到 不料却撞见了被毁客栈的老板陆小雨 陆小雨也开始抢夺木盒 这木盒里究竟装的什么奇珍异宝 几分钟不到就遭到几拨人强保 就算你有十条命也不够死 你可知道这河上的图案 跟如来神掌火云邪神的标志是一样的 原来这个木盒关乎武林之高武学如来神掌 三人正在探讨这个问题 突然头顶上无数的毒针飞来 面对强敌三人不敌指的狼狈奔逃 慌不择路之下来到了萧家镇 二十年前萧家镇被火云邪神覆灭后 这里竟衍生了大量的毒虫歇舌 凡人听闻这里都是心惊肉跳 可七杀门的杀手却是紧追不舍 无奈三人与黑衣团伙混战起来 却见四周飞来无数飞虫 只是一个转瞬 两名黑衣人被啃成了骨架 面对此等场景三人顿时心惊肉跳 转身准备夺路奔逃 却见黑色的蝎子大军围观过来 惊魂未定的三人爬上房顶躲避 可女扮男装的涂雪华脖子却一凉 紧接着 慌乱的三人纷纷掉落下去 随手一抓静拳是密密麻麻的蛆虫 就在三人不知所措之时 一只巨大无比的蝎子冲着他们爬来 三人玩命狂奔总算是跳入河中躲过了一劫 共患难的三人一番坦诚交谈 这才得知 涂雪华乃是烟霞山中的少庄主 而这个雕刻火云邪神标记的木盒 很有可能装着如来神掌的武功利己 段飞一觉醒来 面前竟出现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 此人正是二十年前突进肖家镇的罪魁祸首 名叫古剑魂 可这一切他完全不记得了 而段飞三人也只当他是命苦之人 但老头手中竟有一竹筒 里面喂养了一条能治疗百毒的蜈蚣 看着涂雪华嘴唇的模样 估计他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段飞只好利用老头心智在尸 趁机骗走老头的竹筒 他在涂雪华的脖子上划开一道口子 随之将蜈蚣倒了上去 涂雪华所中之毒果然有所缓解 古剑魂醒来发现蜈蚣被用 愤怒地找段飞算账 不料一把将脱镖的墓盒甩到了湖中 他从湖中捡起墓盒 摸着上面熟悉的雕刻花纹 瞬间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原来在二十年前 古剑魂跟妻子误入一处墓穴 竟在里面找到了武林顶尖武学如来神掌 二人挤进江湖正道人士追杀 最终才逃过一劫 古剑魂天赋绝顶 情家洗脸之下 将如来神掌修炼到了恐怖的第七层 可在他经脉逆行要突破瓶颈时 妻子跑过来告诉他 儿子被那些所谓的江湖正义人士抓走 听闻此事古剑魂 顿时气血翻涌走火入魔 夫妻二人到处寻找失踪的儿子 妻子也在萧家镇扶老人过马路时 被老人一刀捅路小夫 看到妻子死在怀中 古剑魂得了失心疯 近一夜途径萧家镇所有人 当年悲惨经历涌上心间 古剑魂再次丧失了心智 错把小菜鸡断飞当成了亲儿子聪儿 吐雪华发现七杀门再次杀到 半梦半醒的古剑魂大发雷霆 却见七杀门门主天杀一挥手 一个千斤重的巨石凭空砸来 古剑魂当即使出如来神掌第一世佛光出现 千斤巨石瞬间便被打成了鸡粉 而暗处的黑衣杀手趁机丢出彩虹弹 制造烟雾突袭隐身杀来 但在古剑魂手中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只见他每一招打出产生无数残影 将黑衣杀手直接踢入土中 一眨眼的功夫 黑衣杀手都成了汉帝罗伯 如此精湛的武功 自然是引得七杀门的七位长老出马 只见空中飞来七道白影 瞬间化为了十米高的白衣巨人 白衣巨人大脚一抬 古剑魂也被阵飞到十米开外 古剑魂愤怒的乐器反击 却被白衣巨人一掌扇飞 落在了茅草屋里 看着缓缓走来的白衣巨人 古剑魂再次祭出霸道无比的如来神掌 只把白衣巨人连同茅草屋轰成碎渣 这时六名白衣男子倒地不起 眨眼间便被飞虫砍成了白骨 最后一名七杀门的老大天煞 口吐鲜血受重伤悄然顿头 然而令天煞没想到的是 自家老巢也遭到高手突袭 欧敬豪一掌打出 便将七杀门的招牌揽入怀中 七杀门无数小弟突袭而来 顷客便将狂妄的欧敬豪围主 欧敬豪排扁一挥山飞几个小弟 宝剑魂出窍仅是用剑柄 便将七杀门小弟打得屁滚尿流 剩余的小弟慌忙逃入密道 欧敬豪紧跟着进入密道 不料四扇铁门突然落下 欧敬豪心呼不好上当之际 只见月环中吐出两根白线 瞬间将他紧紧捆住 五名白衣人拿起大刀 就要叫他重新做人 但见石门突然动开 来人霸气外露杀气腾腾 双拳轰出十几道残瘾鸟杀众人 然后一把扯下空中的外孙欧敬豪 来人正是欧敬豪的外公 三绝功的大佬冯道 二人正在到处寻找天煞之时 却见他重伤狼狈来到 欧敬豪一剑将他挑飞 持剑直逼天煞的咽喉 生死攸关之际 天煞只得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爹 舅舅 爷孙俩根据天煞的指引来到肖家镇 只见狮横便也死状凄惨 很显然都是被同一高手所杀 身为武林前辈的冯道 看到此种情形内心也是大为震撼 因为拥有此相绝技的人 二十年前已经隐秘江湖 而另一边 古剑魂由于发工过猛晕倒过去 但古剑魂刚才爆炸性的输出 让三个年轻人震惊不已 段飞就把古剑魂放在拉车上 交给小鱼暂时照看 而他则虽赶到的吐雪涓一起 带着木盒先回烟霞山庄交标 可当涂庄主打开木盒一看 里面的秘籍已经不翼而飞 在场的武林高手便怀疑 是段飞盗走了里面的秘籍 哪怕是师父柳中元也不相信他的解释 就在众人扬言要对他大行伺候之时 古剑魂执一掌就把一众武林高手干翻倒地 随后带着段飞顺移而去 原来当古剑魂醒后发现不见自己儿子 便询问小鱼段飞去了哪里 得知地方后急忙闪现了过去 而古剑魂因为多次运功 身上多年前中的石骨断肠散开始发作 如今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儿子 为他打通死穴百慧穴缓解痛疼 可百慧穴乃是人体最脆弱的穴道之一 自幼人畜无害的段飞 面对老爹痛苦的请求 只得某族争气打在他的百慧穴上 古剑魂瞬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可当段飞将两米深的大坑挖好之时 古剑魂又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 也恢复了心智 并要求段飞为他解开身上封印的36个穴道 因为只有当36个穴道完全解除 古剑魂才能依靠如来神掌的内力 强行压制毒性 煽动之中 古剑魂正发散着大量的功力 抵抗石骨断肠散的侵蚀 突然他用尽全力喊出曲痴 段飞这才明白 古剑魂是要帮他打通头顶的曲痴穴 紧接着便是脑门上的长周穴 接连打通三处大穴的古剑魂 身体通态不少 但同样是给古剑魂带来石骨断肠的痛感 段飞赶紧为买龙蛇草前往街上 却撞见满嘴跑火车的好兄弟陆小鱼 而陆小鱼为了能在天下第一桩烟霞山庄落脚 竟然把古剑魂跟段飞的消息 告诉了烟霞山庄 这立马引得柳中原纠结七大门派的掌门前往 预感不妙的古剑魂 在段飞的搀扶下逃走 却撞见了赶来的吐雪花 随即拔出宝剑与古剑魂战斗了起来 古剑魂虽然身重剧毒 但只是右手一挥便轻松打落其武器 转眼间 柳中原跟七大门派的大佬悉数赶到 八人手中之剑出鞘 以迅疾如风的态势杀来 古剑魂大喝一声一跃而起 双掌蓄力打出生智半空 七掌风之灵力让年轻的一辈瞬间倒闭 接着更是以遮天蔽日之势 打出一击弹指夹杂着诺大的火焰 只把八位大佬逼退数米 可八人一副不绝生死不回头的样子 小菜鸡断飞赶紧出来解围 爹 你收手吧 可江湖武林从来都是用实力说话 只见八位大佬收起手中长剑 随之便集合八位大佬的内力 准备送古剑魂归西 但见古剑魂螺旋升空 只是眨眼的功夫 武林八位大佬 纷纷被这从天而降的掌法打成重伤 不过强行开大招 也导致了古剑魂的尸骨断肠散毒性复发 双方都陷入了无法动弹的境地 此时自诩名门正派的师父柳中原 竟然让徒弟段飞趁机杀了古剑魂 不然就把他赶出长龙标局 而被打成奄奄一息的七大掌门 也一副要将古剑魂生吞活泼的样子 段飞生性善良敦厚 自然不忍对古剑魂下手 万般无奈之下 段飞只好举起长剑狠狠地插在了地上 古剑魂见状自行离开 而段飞则是受到了七大门派的轮番炮轰 段飞的师父柳中原更不是好鸟 不但趁机将他逐出师门 还取消了段飞跟女儿柳明渊的婚事 爱情事业双双落入低谷 使得段飞为米不振 好兄弟陆小鱼火同图雪卷 竟将正在化妆的师妹柳明渊鸣晕 随之装入麻袋扛到了段飞面前 本以为二人青梅竹马能仗剑走天涯 可柳明渊说从头到尾 他只是把段飞当作大哥看待 恰逢此时柳中原出来寻找女儿 撞见段飞跟女儿柳明渊拉拉扯扯 抬手便给了段飞一个大逼斗 随后更是一个擒拿将其武功悉数废掉 还打碎了她的右手琵琶鼓 将她彻底变成了一个废人 失去了事业跟爱情 段飞已经三天不吃不喝一心求死 幸亏同样作为苦命人的图雪华出现 图雪华乃是古剑魂妻子孙精灵孪生姐妹 孙碧云的女儿 当初孙碧云受到师父的命令 以小姨子的身份刻意接近古剑魂 在茶杯中下尸骨断肠散 古剑魂虽然毒性发作 可完成使命的孙碧云却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随之又嫁给烟霞山庄涂庄主为妻 从此孙碧云对古剑魂的私生女图雪华非打击骂 图雪华可谓是被至亲母亲残忍折磨 在她的割腕威逼之下 段飞总算振作了过来 答应她坚强地活下去 为了治疗段飞的伤势 图雪华带着段飞回到师门长离东岛 在东岛出神入化的手法下 很快就把段飞恢复如初了 长离祖师传下七旋斩跟一指缠两门神功 其中的七旋斩乃是一种变化无穷的掌法 只一掌打出便有七掌残影跟随 在内力的催动之下 更是能达到无坚不催的神力 段飞初学七旋斩方才半日 已经能将七旋斩的招式从一到七一次演练一遍 但是今日与她交手的 乃是长离的另一位高手北岛 二人移形幻影再过十招 北岛前辈竟然被段飞踢中一脚 此举也是惹怒了北岛前辈 只见其双手紧掐一指缠打出 眼花缭乱的操作之中 竟然夹杂着禁止使用的内力 众人纷纷上前指责北岛前辈不讲武德 竟然对小辈使用内力 段飞从小姨子涂雪君这里得知 下月初三是涂雪华的生日 木讷的她打算当即问出对方的喜好 其料树林之中竟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原来是老毒物勾魂针来下战术了 中了勾魂针之人立马就会激火攻心 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会被表现出来 譬如二流子陆小鱼中了勾魂针的第一个真实想法 竟然是对涂雪君为所欲为 老毒物勾魂针的出现 也是引来了门派的东岛前辈 原来老毒物与长离派 约定的十年比武之七已高 但如今长离东岛跟北岛一直不和睦 老毒物挑拨离间 让二人先决斗选出掌门 如此又让原本和气的两位掌门 打得不可开交 就在二人火力全开 为争夺掌门头衔大打出手时 断飞一个飞身抢先拿到掌门令牌 不料还是被老毒物一个穿心脚踹伤 他叹息地归劝二人 当年长离祖师传授二人各自绝技 是希望你们能齐心协力将门派发扬光大 二人当即悔悟不已 于是面对老毒物勾魂针的挑衅 二人齐齐出手左右围攻 七旋斩的变化无穷 加上一指缠的突然袭击 原本不可一世的老毒物勾魂针 瞬间被打得屁滚尿流逃走 躺在床上养伤的断飞 又被古剑魂给掳到了树林中 因为古剑魂重出江湖的消息已经武林皆知 所以他必须在短时间内 找断飞帮他打通其余33处穴道 好恢复自身的全部实力 可断飞不吃硬的 古剑魂只好来软的 承诺只要帮他打通穴道 就把如来神掌传授给断飞 可断飞已经失去了一生所有的挚爱 现在只想跟土雪华在场里安然度人 古剑魂见他好坏不听 只得将他丢在地上 随之召唤出无数的毒虫鼠以砍食他 不过来自毒虫的恐惧 并没有让断飞动摇内心的善念 因为如果断飞帮古剑魂解除33处穴道 势必再次引起江湖武林的一场腥风血雨 忍不了痛疼的断飞逐渐昏迷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则是躺在了石头之上 醒来的断飞虽然脸上多了麻烦 可是身体却是十分的轻盈 原来竟然是古剑魂不惜耗费巨大的内力 帮他把心伤救伤一病医治了 他跟古剑魂多次同生共死 断飞虽然是半路任的古剑魂当爹 可他二人的情义却堪比亲父子 古剑魂答应断飞打通身上33处大穴后 就隐居山林 但他又怕断飞当他儿子太孤独 于是准备帮他谋划了一门亲事 断飞上街买回五彩手链 只为在吐雪华生日当天赠送于他 吐雪华踏风而来 为了让断飞远离古剑魂 一把便点了他的穴道 准备强行带走他 可这样自然惹怒了暗处的古剑魂 古剑魂一把打开吐雪华 却见一旁的断飞 竟不惜冒着身受重伤的危险 强行冲开穴道 既然狼友情切有意 古剑魂只好做起了月老妹人 古剑魂坦言断飞早上被毒虫咬过 毒性尚未清除 刚刚又为救你强行冲开穴道 如今他顶多还有12个时辰可以活 前辈 难道就没有解救的方法吗 你有没有听过男女双修呢 吐雪华听闻此话当即愣住 转眼一看断飞手脚已经失去知觉 变方心大乱 古剑魂接着更是使出了道德绑架 留给吐雪华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嫁给断飞 用双修解他的毒 第二个便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 吐雪华不忍断飞死只得选择第一个 然而断飞却表示真要娶吐雪华 还得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亲朋好友前来祝贺 父母之命的话 古剑魂作为断飞的爹可以做主 聘礼就拿断飞买的五彩手镯 亲朋好友那更简单 古剑魂瞬间便将在树林闲逛的吐雪卷 和陆小鱼给抓了来 二人被古剑魂点住穴道在屋外观战 而屋里的断飞二人 断飞失去了战斗能力 吐雪华只好自己亲自上阵 面对房内传来姐姐玩扑克的声音 吐雪卷却是被当场吓哭 陆小鱼却趁机将吐雪卷摟入了怀中 次日断飞和吐雪华互换了定情信物 才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他 而接下来则是要替古剑魂打通穴道 山洞之中段飞手持五根十厘米钢针 齐齐插入火云斜神脑部 使得古剑魂接连喷出两口针气 接着又是四根钢针直插头顶 只见一股强大的针气从下往上直窜 断飞一股作气将最后四根钢针 齐齐插入古剑魂的肩膀之中 全身大血解封带来的酸爽 就连古剑魂脸上的汗水 也被无形力量风干 突见古剑魂双手以开天辟地之势 打出满级层数的如来神掌 我的血道终于全部通了 阻足我二十年了 古剑魂鼓励亲儿子断飞 去烟霞山庄寻回真爱 他则要完成当年的一件陈年旧事 烟霞山庄的山下 本是十家青年的欧锦豪 正在惬意地喝酒 此时一个迎亲队伍吹吹打打而来 欧锦豪一个飞身来到马队前面 这门亲事不提也罢 免得走了冤枉路 南宫世家竟然在提亲的路上遭遇拦截 管家二话不说 从马背之上飞升而起 三路弹腿扫来 但见欧锦豪云淡风轻斜跨一踢 两道残影直踢的管家老血从嘴中翻涌 这才认出眼前之人是三绝公大佬 管家当即跑到烟霞山庄退婚 可孙碧云铁了心 要将女儿涂雪华给嫁出去 欧锦豪悄然而至 以表堂堂神采意义自报家门 自己是三绝公掌门逢道的外孙 可谁知此话一出孙碧云瞬间变脸 话不多说上来便开战 孙碧云虽徐娘半老 但战力依然不减当年 双方拳脚功夫已过数百招人未分胜负 孙碧云只好凌空与之队上一掌 欧锦豪虽然才二十出头 却早已拥有比肩各大掌门的实力 欧锦豪说出自己来此的目的 原来此时他已经是三绝公的掌门 他想联合三绝公跟烟霞山庄顶尖高手的力量 共同对抗重出江湖的古剑魂 而他也曝出 自己的父亲乃是文明江湖的神医欧风 如此这番年轻有为又侠干一胆 顿时引得孙碧云对他好感倍增 而此时屌丝气质的段飞前来提亲 他连以为跟吐雪华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许媳妇已是水到渠成 真诚地扑通一声跪下 奇料差一点被一掌打成半死 无奈段飞只能跪在岳父门前请求成全 孙碧云看着眼前以表堂堂的欧镜侯 是越看越顺眼 但吐雪华一心向着段飞 可孙碧云却表示 就算你跟段飞生米煮成稀饭都没心 而且给了女儿两个选择 一是嫁给欧敬豪 二是在他面前自尽 欧敬豪婉言谢绝了孙碧云 面对如此的羞辱 隐忍了二十年的吐雪华终于是忍不住了 今天他要跟涂家断绝干系 他跪地感谢父亲涂庄主的养育之恩 转身便离开了烟霞山庄 二人决定隐居山林 过上了男更女之的生活 段飞运起学来的七旋斩开始炸鱼 一掌打出便是七道残影跟随 随即一跃飞入水中 一番追击过后 又纵身鱼罐而出拿到大鱼 可拿到大鱼的吐雪华 显然没有那么高兴 母亲孙碧云对他长达二十年的打压跟侮辱 已经让他患上了轻度抑郁症 看到桌子上的鱼 就想起当初母亲逼他吃鱼 将嘴刺破的场景 这日陆小鱼二人前来探望 四人上山去野炊 妹妹吐雪卷无意间提起 母亲对他的种种好 这可立马对受到母亲虐待的吐雪华 产生了一万点暴击伤害 段飞本是追来劝导吐雪华回归正常的生活 可他二人在拉扯间 将手腕的五彩手镯弄撒了一地 这也预示二人的田径生活随之破灭 四人回到家门前 却见自己的茅草屋 已经升级成了豪华大别野 四人一脸猛逼之时 暗处的欧景豪这才走出来 原来是欧景豪为了庆祝二人洗劫连礼 为他们置办的新房 如此出手阔绰又彬彬有礼 半天功夫便与四人打成一团 你知道这是谁给你开的药方吗 神医欧峰 他有起死归生的本身 另一边欧景豪找来父亲欧峰 给孙碧云看病 欧峰号称江湖第一神医 他不用替孙碧云把脉 便叫人拿来执笔准备开药方 如此这番操作 只把在座的人都看待了 面对神医轻描淡写开出的药方 天下第一山庄庄主图敬也指的赵左 原本还很抗拒的孙碧云 一听完里的药乃是出自神医欧峰之手 也是兴奋地将药喝了下去 可才半课中不到 图敬就急冲冲地跑来找欧峰的麻烦 原来是妻子孙碧云喝下药以后 非但没好转 反而一直昏迷不醒 神医欧峰解释道 早听闻孙碧云已经精神分裂 如果不用迷要将其迷晕 他便很难诊治 欧峰轻轻把过孙碧云的脉象 他只是中了一种名叫千日孝的毒 欧峰将孙碧云的千日孝封在了下半身 可他又开始为难了 因为要解除千日孝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拿到特制的解药 二是砍断下体将毒血放出 千日孝来自天竹 乃是宫内世代相传的密药 一般是用来整治犯下淫荡之罪的妃嫔 其毒性发展缓慢 中毒之人历经千日之久才能死去 在这千日之内 中毒之人会亲眼目睹自己缓慢腐烂 直至成为腐肉 才两天孙碧云在早饭的时候 就被发现下体流出浓血 很明显千日孝的毒性 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到底谁是下毒的人呢 欧锦豪从途径这里打听到 三个月前他从路边捡来一个老人 自从此人上门以后 孙碧云先是将女儿涂雪华逐出家门 接着更是怀疑自己跟丫鬟有染 有了怀疑的对象 涂雪君听从欧锦豪的安排 将丑婆婆送上轿子 随之轿子里面的铁锁 立马便将此人给锁了起来 原来欧锦豪暗地里派人到丑婆婆老家去过 那里根本没有他描述的那个老家 面对事实摆在眼前 丑婆婆仰天大笑 随之静一把扯开铁链破叫而出 欧锦豪与涂雪君各自追去 涂雪君却追到了真身 江湖规矩能打过的都不喜欢BB 突然丑婆婆拿出裤兜里面的毒蜘蛛 迅急如风便丢在了涂雪君的脸上 这一口下去 涂雪君估计会比丑婆婆还要丑 听闻叫声感到的欧锦豪 本想痛打丑婆婆 奈何对方压根不想搭理欧锦豪 直接带走涂雪君并丢下了一封信 信中让孙碧云答应自己的要求 否则就替女儿涂雪君收尸 这天烟霞山庄邀请五湖四海 有名有姓的大佬前来参加婚礼 婚礼的新郎竟然是一块灵味 而新娘则是50岁的丑婆婆 如此诡异的冥婚究竟是怎么回事 此话还要从孙碧云收到匿名信开始说起 信封上面写着 剑负孙碧云倾其几个字 原来20年前的孙碧云跟师兄王淑恒 乃是出名的金童玉女 可孙碧云被师父派去勾引古剑魂 被破了处子身 还怀上了古剑魂的孽种涂雪花 王淑恒果断抛弃了孙碧云 选择了师妹柳飘飘 可执着的孙碧云硬要夺回王淑恒的爱 却不小心踢翻火盆将柳飘飘毁容 就算柳飘飘已经毁容 可孙碧云还是认为 是柳飘飘勾引王淑恒在先 使出全力要置柳飘飘于死地 而这一掌却被王淑恒挡下 一花20年过去了 柳飘飘成了现在的丑婆婆 今天她一身红妆出席 是要在江湖诸位大佬的见证下 跟死去的王淑恒完成冥婚 头顶大草原的途径 虽然脸色不对劲 可还是抱起了妻子初恋男友的灵魏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随着证婚人孙碧云喊出 柳飘飘与王淑恒成为夫妇 柳飘飘表示抱着 必死的决心来的烟下山庄 就是为了完成20年前的夙愿 柳飘飘一口气将孙碧云 背叛士们迷恋古剑魂 杀害王淑恒的事情 一股脑地抖了出来 在场众人听的是一脸震惊 简直是毁三观 但孙碧云却云淡风轻硬对自如 又把破来的脏水 又泼回了丑婆婆身上 见此柳飘飘拿出王淑恒的灵魏 问她敢不敢当着 王淑恒灵魏的面前发毒誓 王淑恒是柳飘飘杀的 孙碧云不仅一副无惧无畏的样子 当着灵魏发誓 还礼貌地送别了在座的宾客们 柳飘飘见对方如此狠辣 只好拿出孙碧云的女儿 吐雪涓妖蟹 只要她下跪认错 便放过她女儿 奇料孙碧云心硬如铁 竟不顾女儿的死活 打死也不认错 柳飘飘无计可施 只好撇出红铃打过来 图敬是天下第一桩的庄主 自然功力深厚 柳飘飘在她手下过了百十招 未能讨得半点便宜 越战越落下风只得顿走 众人本要追击 地上箱子竟然抖动起来 欧景豪一脚踢开把手打开箱子 里面赫然是失踪多日的图雪涓 刚才轻而听到母亲 竟心狠不顾她的死活 图雪涓愤然的都不想再搭理自己的母亲 当年图敬对孙碧云一见钟情 知道对方怀了古剑魂的孽主 可还是娶了她 可二十年过去 孙碧云只是把天下第一桩 当成利用的工具 头顶大草原的途径 愤然的跟她一刀两断 从此永不见面 图雪涓的脸被毒蜘蛛咬过以后 从此便毁容变成了丑姑娘 狠心娘是一种奇毒无比的蜘蛛 因为她在产子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子女吃掉 来补充自己的体力 果然叫狠心娘 即使名声撼动江湖的第一神医欧风 都只能表示尽力而为 历经数日的抢救 图雪涓终于是从睡梦中醒来 神医欧风一层层地揭开纱布 见图雪涓脸上血色红润 这才松了一口气 按耐不住的图雪涓偏要自己开讲 这一扯才发现毒血都聚集到了苹果肌 眼看女儿变成丑八怪 图静贵为天下第一桩的庄主 十分担忧 传闻万毒灵中有一只欲蝉蛛 专门克制这种狠心娘毒蜘蛛 如果能将其捕捉 便可将毒蜘蛛的毒吸出 可万毒灵中到处都是剧毒之物 就连人畜无害的花草都有毒性 数百年来都是凡人止步 这次烟霞山庄举行临婚 第一桩夫人中毒双腿残疾 大小姐被毒蜘蛛毁容 风言风语很快传到了断菲尔中 她春暖花开直奔涂雪花而来 心中自是替小姨子万分的痛惜 两人紧追醉魁祸首丑婆婆的踪迹来到客栈 却见丐帮早已驻扎多时 六名勇士手持打狗棍一拥而上 丑婆婆丝毫不慌 一个托马斯回旋后张开衣袖 便有无数毒蛇喷涌而出 几个小弟被吓得屁滚尿流 正当丑婆婆沾沾自喜之时 丐帮莫掌老迅急如风的攻击 直奔雅女而来 但丑婆婆又是一掌便将其击腿 迟来的断菲根吐雪花 虽然在道理上能够压制丑婆婆 可对方压根就没把他们俩放在眼里 更是奉劝他俩未经他的苦 不要劝他从善 说完丑婆婆刚带着雅女飞走 转身却又被断菲二人缠上 吐雪花趁机挟持了雅女当人质 逼迫丑婆婆去医治他娘跟妹妹 可丑婆婆积攒了二十年的恨意 又岂会为了一个路边捡来的雅女 放弃已经得手的复仇 她料定善良的吐雪花不会滥杀无辜 无可奈何的吐雪花 只得将雅女放出 丑婆婆临走还不忘给她上一课 坏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 她里面喝了凉盆水 才走出百十米就发现虚弱炫愈 紧接着一群大汉便从草丛中走了出来 趁着丑婆婆处于虚弱状态 上前便要将气擒拿 丑婆婆还要抵死反抗 可她种的乃是武林最致命的石骨断肠散 强如骨剑魂都难以招架 不出意外的 丑婆婆被丐帮跟盐帮的乌合之重情重 紧接着更是在大雨天游街市中 行人议论纷纷咒骂 她真是天下人所唾弃的毒妇 没人在意曾经也有一个深爱她的男人 烂白菜臭鸡蛋不停地扔向她 但她脸上却格外地淡定 忽然狂风大作 街上行人纷纷难以睁眼 预感不妙的丐帮长老 立马拔出手中宝剑准备应战 但一阵狂风过后 一个男人霸气降临球车之上 无形之中透露出一股冷漠的杀气 丐帮长老虽然已经被吓破胆 但他也得强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 鼓舞了一番士气 便命令小弟们冲向球车 但见古剑魂飞升而起一掌轰出 众小弟纷纷被打成残废 自知不敌的葛绍聪只好捡起长剑 直冲丑婆婆而去 可古剑魂小手一挥 一道真气化成刀刃直接将其剑折断 丐帮长老双眼鲜血直流成了盲人 古剑魂更是放出狠话 答应给我儿子不再杀人 得救的丑婆婆在客栈安然地喝茶 东岛和北岛却要出手教训她 丑婆婆一道黑影率先开路 东岛跟北岛脚踩一行幻影紧跟其后 二人被丑婆婆引到预定地点后 长黎北岛话不多说 就要上前剔土雪涓讨回公道 不料四周一股浓烟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即便二人无紧口鼻 可还是没挨过两分钟便被民云倒地 当长黎东岛从石室中醒来 却听见隔壁的古剑魂正在招兵买马 原来丑婆婆已经加入了古剑魂的地狱门 成为了其门下的勾魂使者 古剑魂自称成立地狱门的宗旨 是为了帮助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苦难人 让有冤之人得以申冤 有仇之人得以报仇 长黎东岛一听 这不就是让人互相残杀的组织吗 而古剑魂将东岛关在这里 就是想利用他江湖白小生的本事 让他将江湖上受过屈辱之人的名单写出 好壮大地狱门的势力 长黎东岛刚开始还想反抗 可古剑魂的战力是整个武林第一 想想只能放弃 写还是不写 今天是江湖武林第一黑帮大佬 三局功掌门冯道的金盆洗手大点 江湖中七大帮八大派的大佬悉数到场 冯道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 准备将三局功掌门之位 传给外孙欧景豪 而他则是让手下端来一盆清水 金盆洗手过后便退隐江湖 就当冯道将大手插入金盆之中 认真的搓洗起来时 金盆突然炸开一分为二 众人一脸猛逼之际 火云邪神古剑魂从外面缓缓走来 冯道可是江湖站立第一梯队的大佬 古剑魂如此戏弄他 自然令他恼羞成怒 不管你如来神掌如何的厉害 老夫今日要跟你比比 而古剑魂却不慌不忙地喝着手中热茶 两口热茶下渡后 我有要事要与冯道商量 其余人员赶紧滚蛋 此话一出 在座的小弟们立马实相地跑路 眼看客人全部被古剑魂赶走 颜面扫地的冯道此时 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一个剑步便杀了上去 但见冯道一瞬间打出数十招 可古剑魂却迟迟不肯出招 古剑魂此番前来 是为了逼迫冯道将三绝公的掌门置位 传给被关押的儿子冯真 冯真乃是冯道老婆跟别人的私生子 从小便不受待见 如今更是被终身监禁 直到古剑魂的出现才让他重获新生 古剑魂打着为徒弟冯真讨回公道的名头 实则是要吞并三绝公这块大肥肉 听闻此话的断飞 赶紧上前拉住老爹古剑魂往外走 可古剑魂两下便定住他的穴道 既然话不投机 冯道指的一个飞身便杀了过来 电光火势快如残影之间 双方已过百招 古剑魂这才收起架势准备出手 只见其拳脚杀气凌厉让人打寒 一旁观战的战力第一梯队途径脸色煞白 如此只得不顾江湖规矩 上前打起了辅助 两个战力第一梯队的大佬合力围攻古剑魂 依然未能讨得半点便宜 但见古剑魂以迅疾如风之势 拉住二位大佬 随之一个回手掏双掌打出如来神掌 刚过完大寿的冯道口吐鲜血倒闭不起 目睹老爹被打成半死 吐雪华上前便要报复 可古剑魂只一个正面擒拿 便让他再动弹不得 见心间之人受难 段飞再次不管不顾强行冲开穴道 古剑魂只好给了儿子段飞一个当英雄的机会 承诺只要他能打赢 便可救出小伙伴 其余的四位小伙伴立马也加入战斗 合力大战火晕邪神 可仍旧如皮肤汗术 面对五个不知死活的年轻人 古剑魂双手大开大合 当即使出如来神掌 手心如来法应一一声光 一掌轰出两成功力的佛法无边 五个年轻人顿时被打翻在地 接着古剑魂对天怒吼 来发泄丹田之中多余的战力争气 在场的人纷纷被震晕过去 三绝弓也被震得地动山摇犹如人间烈雨 被关押在石室中的冯道 正感叹如来神掌竟如此的厉害 可还没感叹完 又立马吐了半斤毛血旺 关在一起的途径本想爬起替他疗伤 可只觉自身一股石骨钻心之痛 顷刻间便到处打滚起来 而另外一遍 五个年轻小辈从噩梦中醒来 急忙赶到案发现场三绝弓 但见明镇江湖的三绝弓 竟已被改名成了七煞弓 昨天还是接下球的舅舅风筝 为给外甥一个下马威 赫然一掌便将三绝弓的招牌打碎 而欧锦豪冲上前要给舅舅好看 可才一掌打出 就发现关节一股石骨之痛传来 见此的舅舅冯真老师告诉他们 你们全都吃了从苗族带来的火魂丹 只要烧动真气便如同重摇火炙 若强行运功则蹊跷流血而死 想要寻仇的众人只得兴兴离去 而另外一边的烟霞山庄 没了途径的庇护 仇人柳飘飘便杀上了门 众人混战成了一团 柳飘飘一掌便将手持大刀的总管 轰飞数米远 像是开了无敌外挂一样勇猛 眼看仇人孙碧云就要乘坐轿子逃走 柳飘飘一个飞身 便与其手下的亲娘对战了起来 亲娘虽是孙碧云的一个厨娘 手持双刀不仅能砍瓜切菜 更可化成无敌剪刀剑法与敌对战 然而柳飘飘乃是杀手出身 趁其双刀旋转之际 一个后空翻虚晃一掌打出 其他无辜人员 可此时对方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 二人一番唇枪舌战之后 孙碧云直接被气晕过去 柳飘飘本打算将他丢到河里去喂鱼 可突然空中飞来一个霸气男子 古剑魂的出现让孙碧云非常的恼怒 如果不是当初 被古剑魂毁了真操 怀了吐雪华这个孽种 那师兄王书恒也不会抛弃他 到如今这步田地 他想就此了结残生 主动吃下古剑魂手中的尸骨断肠丹 可他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竟奇迹般的站了起来 连神医欧峰都束手无策的千日笑 竟被古剑魂运功逼出了体外 古剑魂还找来孙碧云的两个手下照顾他 另一边的断飞突然想起 古剑魂曾经对他说过 有一种武功可以克制他的如来神掌 那就是天残神功 当年古剑魂误入古墓发现如来神掌 同时还有一份地图 上面记录着天残神功的位置 不过在得到如来神掌后 他就被无尽的武林高手追杀 如今那份天残神功的地图就被古剑魂放在 断飞和他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断飞抬起二百斤重的佛像一晃荡 竟然发现断裂的佛手 掉落出一块藏宝图 藏宝图上记录的地址 便是天残神功的所在 断飞和小姨子闯入鬼镇肖家镇 本想根据藏宝图的位置寻找天残神功 可一眼望去 发现周围无缘无故多了许多明智 原来是古剑魂回来祭奠七二了 古剑魂二话不说 便是一掌佛光出现打出 躲闪不及的二人被打晕过去 当断飞再次醒来 已被绑在了木桩之上 望着往日轻如父亲的古剑魂 此刻变成了江湖武林的毒瘤 断飞将自己平生所学的骂人成语 一口气全部骂了出来 如此自然惹得古剑魂大为不快 一个大逼斗便将断飞扇飞进铁笼之中 下一秒铁笼就像电梯一样 带着他下降到地牢的999层 断飞本想绝食轻生 可脑中却出现心爱之人吐雪华的画面 于是又捡起地上饭菜开始吃了起来 吃完狗饭的断飞抬头一看 周围竟然出现九个大顶 第一个大顶上面 写着佛光出现四个大字 底下是他的招式功法 断飞很快便猜出这就是 古剑魂的绝世武学九世如来神掌 可当他照口诀功法操练时 却发现全身没有一点真气流动 摸不着头脑的断飞气愤地打出一掌 拍打在大顶之上 大顶上所刻的武学 竟以肉眼可见的头颖出现在头顶 断飞有模有样地跟着头颖学了起来 两个小周天的功夫他就学会了 第一是佛光出现 又是二十个小周天 此时的断飞已经激活了四个大顶 学得了四世如来神掌 但当其想要激活第五支顶时 却发现大顶纹丝不动 断飞念起第五世的修炼心法 这一念才发现 如来神掌的口诀要倒着念 很快周围的大顶也是突然旋转倒立过来 原来如来神掌将招式翻转过来 又能将力吸入 他刚修炼完第五世 一个小哥就过来给他送饭 断飞抬手一掌打出 小哥立马被莫名地给吸到了手中 随后断飞更是左脚蹬右脚 一跃便飞伸上了头顶那层 紧接着一招便将小哥给吸了上去 在小哥的带领下断飞找到了小姨子 这时小哥告诉断飞 是古剑魂故意让他学如来神掌的 可断飞偏要去找古剑魂 古剑魂一把将天残神功的藏宝图丢给断飞 让他赶紧滚蛋 自己教他如来神掌 如今又放过他 也算是报了当日的救命之恩 断飞带着小姨子去寻找武林匿迹天残神功 不料却被一群毒虫困住 眼前这些毒虫 乃是万毒林中生长的加强版毒物 断飞挥舞火把驱赶毒虫 但却越来越多 只见断飞一个转身弃沉丹田 使出学会的如来神掌 只是一掌打出 便见一个硕大无比的反应 将空中的毒物炸成烤串 断飞捡起地上的一个天牛 看手中这种毒虫的个头 立马猜出此地正是传说中的万毒林 神医欧峰曾说过 万毒林中有一种名叫玉蝉除的毒 如能将其捕获 便能去除吐雪菌脸上的疤痕 就在二人在小树林谈论时 一只瘦大无比的蛤蟆就跳了出来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二人被巨大的蛤蟆吓傻了眼 蛤蟆一口便吞掉了他们的火把 断飞立马双手挥动 大鹤一声佛光出现 便将大蛤蟆打翻在地 可大蛤蟆像是吃了伟哥一样 小嘴一张便是一口五百年的口水喷出 只把二人震飞树米才停下 紧接着大蛤蟆 一个弹射起跳直奔断飞而来 断飞机智地捡起地上的干树枝 戳中大蛤蟆的肚皮 而他的脸被绿色的毒液喷满 随后大蛤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战斗结束二人搀扶着躲进山洞 喝下一口山泉水之后 二人大脑竟产生了幻觉 吐雪娟向断飞表达了好感 而断飞也是在迷糊之中 将吐雪娟荡成了吐雪花 二人在山洞中缠绵了一夜 直到次日清晨 醒来的二人顿时感觉尴尬不已 这时吐雪娟突然发现 断飞昨晚被擦上的脸庞竟然粉嫩如初 莫非昨晚遇到的癞蛤蟆就是欲缠处不成 二人一路小跑回到昨晚的战斗地点 可扒开草丛一看 欲缠处的血液已经浸干 看来上天注定不让吐雪娟恢复容颜 二人经过地图跟食物的比照 发现前方就是埋藏天蚕神宫的古墓 可这个墓葬的洞口已经被堵住 断飞只得拉开数个身位 断飞一掌金色掌力打出 墓碑立马被打成了鸡粉 二人探寻墓雪 不到半分钟就触动了机关 眼看墓室有坍塌的危险 断飞赶紧拉着小医子跑了出来 断飞决定自己前去寻找其他的法子 吐雪娟感觉危机四伏 急忙紧追断飞而去 不料却被树枝半倒滚下山崖 当他二人再次相见 吐雪娟却说自己有了意外发现 在他的带领之下 果然发现了熟悉的青铜铁链外加平平灌灌 原来这里是墓室的另一个入口 出入墓穴四周屋七马黑 耳边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蝙蝠声 断飞打开火把 只见棺果之中躺着一具干尸 脸色大喜的断飞顾不上巡龙分山点蜡烛 将火把丢给吐雪娟 便进入了棺果之中 可找了几分钟 干尸的衣服都从头到尾被扒了一遍 硬是没看见天蚕神功的秘笈 猛逼的断飞恼怒了半天 可他突然又想到当初那个神秘人 让他保护神秘花纹的木盒前往咽下山庄 很有可能木盒里面装的就是天蚕神功 但遗憾的是木盒里面是空的 一无所获的二人决定前往神龙 跟吐雪华会合 但见其迎面走来一个微靡不振的年轻人 欧锦豪自从被古剑魂打成残废以后 便失去了大好青年的人生理想 整天不是上山采药就是下厨做饭 另一边地狱门在古剑魂的带领之下 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庐山八寨的大哥正守持号令之起 指挥手下英勇作战 此时头顶突然一个黑影迅疾如风飞出 停留在绝壁之上 对面之人这才看清 他就是独步武林的火云邪神古剑魂 古剑魂命令小弟将一个瞎眼老头给带了上来 此人名叫老王 乃是庐山八寨首领刘刚的好友 十年之前 刘刚被人打得屁滚尿流 幸亏被老王收留 可刘刚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 竟痴迷老王妻子的美色 将其仙间厚杀 随之又将其府上36口老幼悉数杀害 古剑魂今日是要替老王讨回公道 但见刘刚大刀一挥 山顶上的小弟立马挥着500斤的巨石滚下 古剑魂提前察觉 双手运起如来神掌 一掌便将巨石轰成了鸡粉 刘刚剑撞慌忙逃走之际 古剑魂以迅雷之势一个飞身便来到其跟前 两招擎拿加点穴便将其轻松拿下 另外一边的柳飘飘跟缝针 一路追杀敌人到了山谷之中 突然背后一只穿云剑响起 直奔四周的岩壁 强烈的爆炸立马炸的岩壁碎裂掩埋下来 地狱门的小弟功力微弱的 几乎都被打成了烂泥 庐山八寨的小弟出来准备收割人头 但地上一道黑影诡异的生智半空 来人一个720度旋转之后 如亡者般傲视在场的蝼蚁 当众人反应过来是古剑魂之石 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庐山八寨的小弟 立马吓得纷纷缴械投降 这日地狱门内发生了滑变 为首的两个唐主互相殴打之际 被抓来当苦力的 七帮八派的长老纷纷起身反抗 陆小鱼趁机带着两个师父趁乱逃走 可才五分钟不到 又被唐主和七给追上 东岛跟北岛已经将七旋斩跟一纸禅都传授给了他 面对来犯之敌 陆小鱼凭空而起 以随意的姿势打出融合的七旋斩 在场的小弟纷纷被七旋斩的真气打翻在地 随后陆小鱼背着两位三百斤重的师父 以每秒五十米的速度飞速狂奔 脚底一滑竟然将二人摔得四仰八叉 陆小鱼费劲地找到东岛师父 却见另外一个北岛师父挂在悬崖边上 常离北岛觉得按照小鱼的实力 帮助追兵帮助二人逃走 东岛自是不愿 北岛只好虚晃东岛一招将其穴道定住 然后让陆小鱼背着东岛赶紧跑 北岛决定放手一搏 但见他从怀中掏出独家密药 一口吞了下去 将自身体能提升到了最大 等到柳飘飘追来 看见常离北岛中了火魂丹 竟还能使出强大的内力 也是大为吃惊 略感压力的柳飘飘飞身上前 二人过招速度之快 已经达到肉眼不可见的地步 可柳飘飘仗着年龄优势 一脚踢中常离北岛的胸口 只见北岛轻轻抹去嘴角的血迹 随之双手握紧 发出他十层功力的最后一击 只把柳飘飘吓得慌忙后退 看着常离北岛心脏不听使唤的跳动 不难猜出 刚才这一击已经是他的回光反照 待烟雾消散之后 众人走近一看 常离北岛气血已经直冲脑门 到阎王那里报道去了 还算是条汉子 随着被古剑魂摧毁的门派越来越多 现在整个江湖上的门派 准备在烟霞山庄召开武林大会 选出一个武林盟主来对付古剑魂 而牵头的主持之人正是少林 这天少林寺沉中敲响之际 第一杀神古剑魂乘坐四台大轿而来 此人45度仰望天空 20年未尝败祭的他早已目中无人 但见少林寺内僧侣盘息坐地 口中诵读着经文 古剑魂则是一个飞身来到灯塔之上 一阵虎啸山林过后 古剑魂大声说道 都说佛能普渡众生 可你们此番受苦受难 怎不见如来佛出来解救于你们 不如诸位考虑加入我地狱门吧 方丈只好换出少林的罗汉阵 两排僧侣向后一步 背后的八个棍僧手是长棍大喝一声 随即一个侧空转打出破空声 但在古剑魂眼中也就那么回事 咱们赌一局怎么样 古剑魂觉得打架没意思 不如赌一把有趣 要是他赢了罗汉阵 方丈要亲自为他杀狗煮肉 还要去春楼里面找几个美女 来少林寺服侍他 方丈勃然大怒 立即命令棍僧教训这个狂妄之徒 罗汉阵是少林最强棍法之一 其中包含了各种棍法组合套餐 寻常高手根本难以招架 奈何他们面对的是武林第一人古剑魂 但见他双手结应运起如来神掌 一掌就将众僧打翻在地 方丈怒起一个飞身向古剑魂杀来 古剑魂大喝一声佛动山河 方丈顿时被打得吐了三斤毛血旺 可他还是不服气地说 古剑魂不是在救赎他人 而是单纯的杀人 惹得古剑魂立马又开启了 长达五分钟的音波攻击 年近七十岁的老方丈更是当场昏死过去 少林寺的门牌也被他震翻在地 等到少林方丈醒来 他让方丈将狗碗里面的狗肉吃个干净 否则就只有替他陪女人上床 古剑魂之所以如此折磨方丈 只因痛恨少林面对不贫苦难之事事不见 这才在翻身之日 要让他们坐进破戒之事 见方丈如此的不配合 便凑近其耳边说道 要是不吃 他就杀一个小和尚来喂狗 为了救人 方丈只能捡起狗碗中的肉准备吞下 而几位队友纷纷为其念经忏悔 突然一个小弟来报 逃走的长离东岛竟主动找上了门 东岛前来乃是为了说服古剑魂退出少林 东岛深知古剑魂之所以到处报仇 完全是因为自己妻儿惨死 而他又查不出仇家是谁 这才打着为人深渊的幌子 发泄心中的仇恨 听完古剑魂眉头紧锁 很显然这番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古剑魂从东岛口中得知 当年泄露他获得如来神掌的那人 正是古剑魂妻子的师父 也就是前任峨眉派的掌门无色师太 古剑魂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显然是对这个结果非常的诧异 何况此时的无色师太已经离开中统 前往了彭来 正所谓死无对证 东岛只好以自己门派的存亡发誓 而古剑魂则是脸色沉重 沙包大的拳头钻得嘎吱作响 另外一边 古剑魂以一己之力攻下少林寺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正在推选武林盟主的段飞这边 欧静豪的父亲欧峰 居然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当上武林盟主 静悄悄地找到了吐雪华 以救治他妹妹的容貌为条件 让吐雪华嫁给他的儿子 因为吐雪华是烟霞山庄的大小姐 对他儿子成为武林盟主有很大的帮助 最终吐雪华为了救妹妹 答应了欧峰的条件 随后老头又厚颜无耻地 找到毫不知情的段飞 请求他把如来神掌传授给自己的儿子 段飞本来还有所犹豫 他就带着他去看欧静豪 还说不论欧静豪如何地刻苦修炼 可是始终都无法提升实力 心地善良的段飞 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把如来神掌传给了欧静豪 而欧静豪天赋竟比段飞厉害多了 只用了一天就学会前面四世如来神掌 并且在交手时把段飞打败了 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 段飞也是毫不吝啬地将后面的武士口诀 都传授给了他 爹 我已经猎成如来神掌第五世了 欧静豪在神龙谷沉迷半年之久 今日中世意气风发去参加武林大会 共商对抗火云邪神 然而他竟然遇到一个老六 此人名叫柳中原 作为中原第一标局的老大 今日竟为住宿安排不周 与烟霞山庄的管家吵得不可开交 见到此状的欧静豪 赶紧将豪华大客房给让了出来 你还算是个知理的人 武林大会上 江湖各大门派悉数到场 众人看起来都义正言辞 实则各自心怀鬼胎 作为主办方的吐雪华 直接推荐欧静豪当武林盟主 表示只要能打赢欧静豪 谁就是武林盟主 以自上衣的歪刮裂枣上来挑战 看得出此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拳脚工赴足以接近武林第一梯队的实力 二人互攻百事招 欧静豪这才一个凌空飞腿便将其击败 粉丝吐雪华笑容刚刚上演 台下又传来挑战声 此人杀气十足 招式已然快如疾风 险些招架不住的欧静豪 只得运起如来神掌 直接将此人高高顶飞 可台下的老鹰比柳中元 显然不把这些蝼蚁看在眼里 就在吐雪华应声宣布 欧静豪担任武林盟主时 但见柳中元缓缓起身挑战 吃瓜群众纷纷睁大了眼睛准备看戏 但见二人身格十个身位 柳中元一抬脚便是无数道残影踢出 欧静豪被踢得接连后腿 他指得使出全力 开启如来神掌 第五世佛法相应 可还是被一脚踢飞几丈远 一时间在场的众人 纷纷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唯独吐雪华是人间清醒 质问他使的是哪个门派的武功 莫非是跟如来神掌 齐名的天残神功不成 柳中元谎称自己的神功乃是祖传绝技 自己埋头苦练数月才练成 然而这一切 却躲不过武林元老孙碧云的眼睛 他知道如来神掌独步武林 唯一的克星就是天残神功 当初齐兰三怪 将天残神功的秘籍装入墓盒 送到长龙镖局酬金一万两 请柳中元送往烟霞山庄给图静 没想到竟然被你给坚守自导 柳中元对孙碧云所说自然是失口否认 刚才被欧锦豪打得屁滚尿流的鼠辈 趁机推举柳中元担任武林盟主 请客兼攻贺新盟主的声音不绝于耳 远道而来的长离东岛 跟陆小鱼在茶棚喝个茶的功夫 就遇到了敲竹杠 正常茶水几块钱一杯 老板却要收他两千块钱 还说这里面包含的附水 是用来帮盟主柳中元修筑城堡的 你不给也得给 陆小鱼试图跟老板讲道理 可老板却手持菜刀砍了上来 长离东岛袖中一股真气打出 开启大招 一招横扫千军打出地上灰尘滚滚 二人刚回到烟霞山庄 就与离家出走的吐雪君撞见 吐雪君委屈巴拉的 将断妃妻子吐雪华 被欧景豪夺走的事情 告诉了陆小鱼 陆小鱼本就看不惯欧景豪 立马便冲到了屋里 与之对战了起来 陆小鱼身兼七旋斩 跟一指缠两种神功 一时间竟然打得欧景豪躲无可躲 欧景豪逮到陆小鱼的一个破绽还击 二人拼尽全力来势汹汹 只为争一口气 没想到双掌七七 被长离东岛老前辈给接下 东岛嘴里说着没事 但还是吐了半斤毛血旺 欧景豪自从在武林大会上 被柳中原一脚踹翻 气不过的他日夜情假苦练 竟直接修炼如来神掌 第九世万佛朝宗 只见他昭示快如闪电 形如疾风 盘夕而作仕途将境界提升 但见其双手指尖迸发的 红光若隐若现 然而突然白光一闪 欧景豪好像着魔似的 睁开双眼大汗淋漓 胸中一口红光堵塞其中 欧景豪全力挣扎 不曾想这股红色真气 竟然停留在了他的上半身 也使得此刻的欧景豪浑身痛苦不已 不出半刻钟必定真气堵塞 精神风魔而亡 好在铁哥们断飞就在不远处 修炼如来神掌第五世 听闻叫声大不流心赶来 一个疑心幻影步伐便虚晃上前 欧景豪硬身倒闭 而他的老爹欧峰也开始作妖了 欧峰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柳飘飘 说是能医治好他脸上的二十年烧伤 柳飘飘这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尝试 因为对方要替自己治病 肯定是有条件交换 完全没必要毒害自己 欧峰接下柳飘飘脸上的纱布 露出脸上白里透红的皮肤 柳飘飘正看着镜子高兴之时 欧峰表示这次只是用了一年的伎俩 要想永保青春 就得每年都来这里上要恢复 前提是柳飘飘要听从他的指示 柳飘飘按照指示找到张丽如这里 却听闻老婆婆说此人早已病故 柳飘飘来到张丽如墓前 反手扯出墓碑上的藤蔓攻向了老婆婆 老婆婆黏过花甲 身手却是异常的敏捷 二人招式对碰快如疾风 数十招对战过后 老婆婆显然有些体力不支 就在柳飘飘要完成欧峰交代的任务时 其料此时陆小渝突然杀到 二人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快速过招 百十招过后二人依然未能奋出胜负 见到此状的陆小渝虚晃一招喊出 当柳飘飘转身之时 这才发现自己上当 不过已经被陆小渝定住了穴道 一番劝说之下 陆小渝假意将二人放虎归山 实则是尾随其后打探虚实 小渝二人紧追老婆婆到破庙 却发现老婆婆张丽如 已经蹊跷流血而亡 二人好心将张丽如安葬 之后遇见了师父长离东岛 原来师父东岛是出来找无色师太的 传说无色师太每隔十年 会换个身份跟地方生活 双方一合计估摸应该是同一个人 于是长离东岛来到张丽如的墓前 随之一抬手便打出一掌 一阵浓烟过后 陆小渝扒开草息一看 却不见张丽如的尸体 而另外一边的欧景豪这里 意气风发的他当着大佬柳忠元的面 说他的计划不行 听闻此话 柳忠元起身便是两击飞脚踢出 都说打人不打脸 柳忠元此番羞辱欧景豪 必然会引得大好青年为之黑化 欧峰为恋姐要禁用身体做实验 年近50岁的他不仅顺序脱发 双手指甲更是变成了黑色 就连后槽牙也变成了墨色 眼见涂雪华未能帮助儿子当上武林盟主 他指的吹动竹笛 唤醒涂雪华腹中的毒蝎惩罚于他 涂雪华疼得遍地打滚 旁边偷听的断飞实在是坐不住 一脚踢翻竹笛将其踩碎 还要求欧峰把毒蝎取出 可欧峰毒性已扩散丝毫不怕死 树立的三观 碎了一地 就在他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时 竟又被柳中元找到 柳中元是出名的护女狂魔 眼看女儿对欧峰豪一片真心 这个富家子弟竟无情伤害 柳中元快步上前 一个空翻之后踢出一脚 威力之大把欧峰豪脚下地板都震碎了 欧峰豪起身一跃 与柳中元展开拳脚对战 不过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这场越级挑战 以欧峰豪被打入水中结尾 当欧峰豪再次醒来 已然是躺在了柳中元女儿柳明渊的床上 柳明渊这嫩滑的小脸精致的五官 要是正常人估计都会喜欢吧 可欧峰豪却一把将她推开 恰好被进来的柳中元撞见 奈何欧峰豪完全不是柳中元的对手 面对柳中元的大声吼叫 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不过很快柳中元就遭到了报复 这天柳中元带着女儿在小河边喝下一口水 半课钟不到便被迷晕过去 神医欧峰为帮儿子名震江湖 直接用毒抓住了柳中元父女 眼看如来神长的克星 天蚕神功就在面前 可儿子欧锦豪却一再坚守道德底线 不得已的欧峰只得掏出乾隆丸 凡是吃下此药之人 必定雄姿应发壮志凌云 想起往日柳中元对他的折磨与侮辱 欧锦豪一番挣扎后还是吃下了乾隆丸 欧锦豪拿柳中元女儿的清白威胁 最终从其母亲遗留的朱差中 获得天蚕神功的备用秘笈 被放出的柳中元 本想在最后的时光 将天蚕神功的秘笈默写出来 可心胸狭隘的孙碧云却表示 没有武功会这样逆转经脉来修炼的 柳中元一片好心遭到侮辱 当即便撕毁了人人觊觎的天蚕神功秘笈 而他本人也从战立第二的位置云末 这边吃下乾隆丸的欧锦豪 得到天蚕神功更是逼格十足 身体技能跟各项指标都开到最大的他已然蜂膜 第一是修炼到天蚕神功 第一是天地无情 数十个周天过后 欧锦豪只是一脚踢出 便有一棵半米宽的大树被洞穿 第二是涅海魔生 紧跟着第三是群魔乱舞打出 安静的小树林寝客间狂风肆虐 如此变态的功法 加上欧锦豪天赋异禀 用不了半月 欧锦豪便能与古剑魂有一战之力 而古剑魂这里 常离东岛用古剑魂妻儿惨死的原因 要求古剑魂召集江湖大佬前来地狱门 三天之后他要当着大家的面 揭穿古剑魂妻儿当年惨死的罪魁祸首 地狱门小弟缝针到处广发英雄铁 接到铁子的断飞 此刻还对古剑魂抱有一丝幻想 他表示凭自己的天赋 是不可能恋慧如来神掌的 不如你把图静等人放了 自己把学的如来神掌给废了 这样俩人就两清了 可古剑魂岂会同意 但见古剑魂趁机将断飞学到定主 把他带到空旷地带 随后便展开了如来神掌的现场教学 如来神掌的第六是西天营佛 第七是佛光普照 第八是佛法无边 第九是万佛朝宗 气入少阴血入少阳 击沙成山百川成河 一学得通二学倍增 气血护继百川得通 很快三天之气就到了 被抓来的武林高手 包括外面的武林高手也全都到了 古剑魂坐在了宝座之上 霸气侧漏竟显无疑 随后峨眉派掌门就被带了上来 他说大家之所以变成这样 全都是被俄眉派害的 当年就是这老尼姑为了如来神掌 害了古剑魂的妻儿 所以我宣布 从今以后世上再无俄眉派 随即就拿出匕首 让古剑魂送老尼姑归西 为妻儿讨回公道 就在古剑魂愤怒无比 要送老尼姑归西的时候 又一个老尼姑跑了过来 而这个老尼姑是古剑魂老婆的师父 而老尼姑竟然说 当年就是他害了古剑魂的妻儿 东岛做这一切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这个老尼姑现身 原来当年老尼姑得知消息 古剑魂得到如来神掌要称霸天下 并且已经打死了上一任武林盟主 所以他就把古剑魂 得到如来神掌后的位置传了出去 而出事后他才发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 因为根本不是古剑魂打死前任武林盟主 所以犯了大错的他 害怕古剑魂找他报复 就躲了起来 今天听到古剑魂要除掉额眉派 他才出来 听到这些话 古剑魂顿时心痛不已 看着不断求饶的老尼姑 古剑魂这霸气的男人也流下了眼泪 你害得我好苦啊 古剑魂当场就把他打翻在地 不料老尼姑竟还坚强地活了下来 段飞扶他起来后 又不断地向古剑魂求饶 从他口中所知 原来二十年前他听信欧峰这个小人的话 才造成了如此大错 古剑魂顿时就想起了欧峰这个人 当年他和老尼姑的徒弟谈恋爱 因为吃醋就踢了欧峰一脚 并且还狠狠地羞辱了他一番 此刻古剑魂看着七二的墓碑 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自大 害了七二 第二天古剑魂就如约放走了 所有被他抓来的武林高手 并且和段飞的关系也恢复如初 并发誓一定要找出欧锦豪父子 让他们付出代价 另一边 欧锦豪已经将天蚕神宫的第六式玉石剧粉 修炼到炉火纯青 接连两脚踢出变影的天崩地裂 横扫一脚威力催枯拉朽 方圆十米草木瞬间化成基粉 但见其脚尖一团烈火生出 真气运其火球之际将其踢飞 每天服用三碗兴奋剂 已经让欧锦豪无视自通 飞速将天蚕神宫修炼到了第八层 但有没有副作用我们不得而知 而另一边的主角段飞 在古剑魂亲自传授他九世如来神掌之后 已经十来天了 按照欧锦豪的速度 估计都突破第十世了 可他还在第七世摸爬滚打 但见段飞一些花里胡哨的运功热身之后 双手在胸前自由晃荡几下 便引得如来法印有掌心发出 段飞置于虚空之中 终于是领悟到了第七世 佛光普照的要诀 这一掌佛光普照打出 对面的大树立马被替成了地中海发型 段飞自信心爆棚 立即开启下一招式的修炼 但见其右掌从腰间环绕而起 以天地开合之士收集八方真气 身后的精身再次更换造型 只是一掌打出便是毁天灭地之事 一月之七已到 今晚是柳飘飘来街土雪花 去跟欧景豪澄清之日 众人本想跟柳飘飘一起回神龙 找欧峰讲大道理 可柳飘飘根本不想与众人逼逼赖赖 但见其手中一把石香软骨散挥出 人人自威之际一把卢走土雪花 土雪花化完新娘妆 终于是有了点紫霞仙子的气质 他本可在酒壶中下毒药 却改成了蒙汉药 欧景豪也是仗义之人 面对朋友之妻没有半点剑院 自个儿安心地修炼天残神功 势必要将第九层跟第十层都突破 然而长期服用兴奋剂 也必然导致身体紊乱 没出五分钟 欧景豪变腾的遍地打滚 抓起桌上的蒙汗药喝了下去 很快就晕了过去 这时段飞正好赶了过来 他将欧峰绑在椅子上 要挟他拿出土雪花腹中的毒鞋 可欧峰像是吃了衬妥铁了心 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另外一边 古剑魂直奔杀气凶手欧峰而来 与欧峰的走狗柳飘飘正面撞上 柳飘飘为了来年欧峰帮他恢复容颜 硬是不肯说出欧峰的下落 只得接下古剑魂一掌 吐了两斤毛血旺 陆小渔拖着欧景豪回到客栈 谁料一开灯 就看见古剑魂带着一群壮汉出现 陆小渔希望古剑魂先让欧峰 将土雪花的毒蟹拿出 然而依照古剑魂强悍的实力 根本不听他的废话 直接一个锁猴便让他痛苦不堪 陆小渔赶紧说出一个惊天大秘密 土雪花并非土镜骨肉 他是你的种 是你跟孙碧云的孽种 怕他不信陆小渔发了一分钟的毒誓 古剑魂这才思考了起来 当初孙碧云被自己强奸过后 就匆忙嫁给了土镜为妻 而且如今的土雪花 长得跟妻子那是一模一样 古剑魂正在回忆关于女儿的一切 而隔壁的缝针也在对欧景豪严行拷打 更是不小心吐露出欧景豪的外公缝道 已经被他给折磨致死 欧景豪听闻心中之气愤然而生 一股金光暴体而出 以催库拉朽之力将房间震成细巴烂 听闻响动赶来的古剑魂一看 现场一片狼藉 逢真已经下线 众人会合之际 即使土雪花不承认古剑魂这个父亲 但古剑魂也要欧风 将土雪花腹中的毒血拿出 一番暴力的手段过后 古剑魂依然未能得逞 欧风还嚣张地说 这就是你得罪我神医欧风的下场 一道白光闪过 很明显土雪花体内的毒血 已经蔓延到了全身 段飞来不及思考运气如来神长 便要替土雪花减轻痛苦 可旁边的欧风却表示 我这毒血可不一般 只要你替他疗伤 必定会被传染 果然才两分钟不到 段飞的双手就变成了乌气骂黑的样子 眼看一生最重要的两个人即将下线 古剑魂运气掌力 便是一个逆转乾坤打出 段飞与土雪花被古剑魂强大的内力悬停半空 随之施展毕生功力朝二人打去 只是为了帮二人打通身上的33处大雪 再将毒血进一步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但见古剑魂飞至半空 一个倒栽葱而下 反向运功释放出强悍的吸力 将二人体内的毒血 一步步吸到自己的体内 可就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欧敬豪身着红衣飞出不由分说 便是快如疾风的天残脚踢出 陆小雨与之对战数十个回合 被其拉近距离一脚踹飞倒地不起 接着欧敬豪又是一个地动山摇踢出 正在运功的三人纷纷被打断 欧敬豪与古剑魂犹如鬼魅一般 与两座群山之巅展开生死决斗 二人招式对拼 明显欧敬豪快如疾风的天残脚更胜一筹 可被踢中胸口的古剑魂却是非常不服 当即便开启专属BGM 两位顶尖高手同时从山峰顶坠落 欧敬豪倒地昏迷 古剑魂游进灯窟之际 也生了二十年的女儿涂雪华 终于是任下他这个亲爹 而另外一边的欧敬豪 也再次从树林中醒来 他发现自己的老父亲竟然也已经走了 经过一晚上的苦埋后 欧敬豪发誓一定要让古剑魂付出代价 而古剑魂死后 涂雪华也将他安葬在了他妻儿的坟墓旁 众人都以为雨过天晴 涂雪华却跟母亲在散步的时候 被一场白色疾风卷走 已然疯魔的欧敬豪 张开嘴就啃上了涂雪华 却被涂雪华将嘴唇咬破 来自肉体的疼痛 立马让这个风魔之人有了一丝理智 下一秒欧敬豪找到了断飞 邪魅地整理了一下长发 说到想要就回涂雪华 三天之后我们一绝高下 三日之七一致 在这安静的河面 将要绝出谁才是江湖第一高手 欧敬豪一脚将竹竿踢碎 断飞把他扭成飞镖打出 欧敬豪则趁机一脚踢来 震得断飞接连后退方才停下 欧敬豪一跃踢出竖脚 欧敬豪一个快如疾风钻入山中 随着一番开山凿石的操作之后 推着一个十万斤重的巨石撵向断飞 巨石横蹬在山谷之间 哐当作响而来 面对如此庞然大雾 危机时刻 断飞使出如来神掌的第九世 万佛朝宗顿时天地为之变色 但见断飞一掌轰出 巨大的石头瞬间就变成了碎片 就在这时欧敬狠狠地踢在了美男子的身上 万佛朝宗也用完了 现在连佛也救不了你 下一秒 断飞竟然施展出了如来神掌第十世 如来涅槃 强大无比的威力 顿时就把欧敬豪打飞了数万米 当他二人再次毁灭 已然是在千年古刹少林寺之中 断飞希望借助少林的洗髓一斤斤 帮助欧敬豪变成正常人 他跟涂雪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大小姐脾气的涂雪卷 在感情上反复横跳过后 还是发现陆小鱼是个老实人 值得托付终身 感谢观看明天我们江湖再见